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的图可能操场上你会看到 像这个图我们就是一只脚 一只脚 一只脚 两只脚 一只脚 两只脚还要翻过来 一只脚 两只脚 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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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会来 不管哪一个图案 我们在玩跳房子游戏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是 只要你的脚踩到线 对不起你就出去你就死了 就要换人玩了 请你轻轻拍拍你的手 或想我念这首音乐给你听 我说脚跟脚尖跳房子 跳到房间里穿画子 脚跟脚尖跳房子 踩到线你就变兔子 变兔子没有特别的意义 它主要就是一个押韵 它就是一个押韵 OK 来再一次哦 请你拍拍 我说脚跟脚尖跳房子 跳到房间里穿画子 脚跟脚尖跳房子 踩到线你就变兔子 就变兔子了 但它变了兔子以后 兔子会跳跳跳 你帮我听听看 兔子跳了有越来越高吗 叮咚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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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 我们来听这首音乐 脚跟脚尖跳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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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房子 他房子里不能踩到线 OK 所以我们借了这个机会 小朋友帮我看哦 来帮我看一下 我这个臭脚丫 我这个臭脚丫 有没有踩到线 啊 我这个臭脚丫就已经踩到线了 来帮我看一下 我如果在这里呢 我这臭脚丫 有踩到线吗 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线上的声音 这个是叫中间的声音 线跟间 线跟间 线 这个就是线 这样叫做中间 中间 啊啊啊 我有中间的声音 我有线上的 我有中间 OK 来看一下 我的手 这里我画了一个我的手 我把手抹出去 旁边的线 一条 啊 我用好多条线 这个就像蜘蛛人一样 蜘蛛人 OK 等我一下 我把摄影机拉过来 嗯哼 OK 我把手 拉成这样 我是蜘蛛人 噗 蜘蛛人 噗 绳子 蟹 蜘蛛丝 帮我看一下 我的手指头这样一射出去 我这里有一条线 两条线 两条线 三四五 好 我一二三四五 就是我的手 一二三四五 好好看 这个就是我们线上的声音 这是第几线 对 第一线 这是第几线 第二线好棒 这是第几线 第三线 第三线 这是第几线 第四线 这是第五 第五线 哦 这个都是线上的音 我们刚才讲 臭脚要踩在线上面 臭脚要踩在线上面 我们这个就是 线上的声音 OK 那它的中间 其实还有声音 哦 中间 哦 中间 这个就是我们要踩到线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的手 我把手拿出来 不管你是放哪一边 好 我最下的声音在这里 这里叫做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 第四线 第五线 我们手就是五条线 可是我们要洗手的时候 不能自从 只洗我的手指头 中间我要洗干净 你们看到 中间要洗干净 这个从下面开始数 它就是第一个中间 第一个洗 尖 第二尖 第三尖 第四尖 OK 那我们在认我们的乐谱的时候 乐谱的时候 乐谱的时候 我们刚好是 陷 尖 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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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如果畫一個高音譜記號在這裡 OK 我們不管它叫什麼聲音 我們都都是線 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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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線 那線 間 線 我們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名字 看一下我的手 如果它是一個高音譜記號 跟這個語音一樣 高音譜記號五層樓一個 我在下面蓋了一個小地下式 這個聲音住在下面第一條線 我叫它叫個 再來是中間 第一線 第一線 來 我們還要玩跳房子的遊戲 最主要讓小朋友知道 我們有線上音 跟有中間的音 線尖 線尖 像個樓梯一樣 我們每一個聲音 剛好線尖 線尖的草 所以我們第一個作業 要請小朋友幫我找到的 就是線上音跟肩內音 謝謝 拜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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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ri